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8月20日 星期五 這一節就是要講一節 大家都可能是耳熟能詳的話題 這個叫做中共的間諜問題 告訴大家 有中國間諜 這也不是一個新鮮事 實際上中國大陸 有大量的間諜活動 他的間諜活動 可以說得上是用反濫兩個字來形容 基本上是一個駕床蝶屋 的一個架構 基本上在任何時刻 都是recruit和招募大量的情報人員 做一些無謂的情報工作 香港也好 台灣也好 大量的工作就是做統戰 統戰當然 和間諜工作是兩個不同的發展 隨著香港和台灣 就有大量的統戰工作已經做了 就使得真真正正做間諜工作的人少了很多 因為全部都變成了 拿了統戰的維穩費 全部掛著吃喝玩樂 所以換句話說 他那些情報人員 相當之貪腐 他貪腐是有好處的 因為貪腐的政權 最終 有機會 就像阿富汗政府一樣 短時間就倒下 我們這個對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共 是一個 非常貪腐的政權 從這個角度去看 你要去擊倒一個貪腐的政權 一定比要擊倒一個 有強大戰鬥力的戰鬥民族 同一時間 也不能夠太過看小 這個人性的貪念 為甚麼會台灣 去到 做這個 空軍的少將 以及空軍的宗教 為甚麼會那麼容易成為中國共產黨 共匪的間諜 這個跟貪心有關 也可以說統戰工作很成功 其實大家都知道 台灣人其實一樣有很多人是很貪錢 原因很簡單 因為台灣也有很多藍絲 藍營的人就是藍絲 所以台灣人 有很多人是非常貪錢 貪錢的程度 可能比香港的藍絲 有過之而無不及 講講報導內容 再跟大家分享 很多時候我習慣了 把那個 評論放在前面 後面不是沒有評論 不過可能很早就把主題說了出來 所以這一節可以用兩個字來形容 就叫做貪腐 與其你說是一宗嚴重的間諜案 不如說是兩個 退役的軍官 的一些貪腐的行為 根據台灣媒體報導 台灣的 檢查調查單位就在 在18日 當時以涉嫌 違反 國家安全法 台灣的發展組織罪 發展組織罪 拘捕了一個空軍的退役少將 還有一個退役的宗教 這兩個人都被控違反 國家安全法 說他們 為中國大陸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台灣發展組織 根據報導指出 一個中共的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 廣州分局指派來自香港 的一個 姓謝的商人 原來在2012年 假借 經商為名目 用這個方式 前往台灣 原來他要做的就是統戰工作 他去到 台灣要幫中共 吸納 支持中共的人員 這個時候 原來 台灣就是太貪腐了 所以統戰工作做得好 中間接觸了兩個已經退役的人士 當時 未知他是不是已經退役了 這兩個人士 透過這兩名人士 接觸更加多 在台灣的軍人 台灣的媒體 就形容 現在這個案件 就是台灣史上最大的 共諜案件 根據中央社的報導 調查單位懷疑一個來自香港 姓謝的商人 透過空軍退役少將 前耀棟 以及一個退役宗教魏仙怡 接觸軍方的人士 於是 台北的地檢處 國家安全維護工作站搜查兩個地方 以及約談 剛才所說的兩位人士 控告他們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發展組織 他們企圖吸納一些 台灣 前國防部 相關的人士 包括國防部副部長張哲平 以及其他人士 根據台灣的蘋果 新聞網報導 發現 他們的接頭人 是來自一個中國的中央軍委政治局 廣州分局的人員 這就是 大家都看到 大量這些人 所以不明白為甚麼台灣一直都不去 捉住他們 大量這些 共諜 做了那麼多這些事情在台灣 明目張膽 好像那些 促進統一黨 甚至乎差不多應該要拉雄受署 你問我 他們做的事情簡直就是台奸的行為 甚至乎應該要拉馬英九 馬英九 根本就是赤裸裸在做中國共產黨的間諜 所以 認真想想想 台灣也挺恐怖 台灣那種 程度 是去到 台灣的前總統 直接擺放著名居馬 幫共產黨在搖旗立喊 所以台灣 那個政治形勢 其實就是一點也不樂觀 再加上近日這個阿富汗事件 令到很多人更加覺得 假如台灣出事 如果美國 你不要說他 不幫了 就算他是幫慢一點 也有機會 就是 出大事 這個世界不是開玩笑 美國 慢一點 或者是 某一個錯誤的決定 足以改變歷史 所以今時今日我們是見證著 不同的歷史 我們有機會 一個不小心 可以走進歷史的錯誤 所以 不要開玩笑 我們每一刻 做的事情 真的對我們全世界 是有影響的 我們以前在2019年之前可能覺得我們 在世界上 幾十億人裏面的 分之一 也不覺得香港是一個 足以改變世界的一個地方 但是我可以很肯定告訴大家 就算是去到 中東的地方 就算是去到土耳其 就算是去到 新疆 維吾爾人 一樣是知道香港的抗爭 因為最近我們看了很多 紀錄片 也看了很多 關於伊斯蘭的東西 因為我想了解多一點他們 以及要講解塔利班 以及要跟大家講解國際政治分析 也看了很多維吾爾人的東西 維吾爾人他們也 也 清楚知道香港 也是受盡中共的打壓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 絕對是精神上的盟友 甚至乎實際上也是盟友 我們現在 因為全世界 真的是全球一體化 而且敵人很明顯 所以我們大家真的 連成一直線的 包括台灣在內 我們現在 做少一件事 做多一件事 很可能 對往後的局勢 也是有 全球 歷史是有 影響的 其實 所以為甚麼我們 所以為甚麼我這個節目 那麼堅持說自己相信 你要用更加大的力量去推動歷史 我們也不畏言 說明我們應該動用力量去建國 其實 我也不想 自己 生命結束的時候 會覺得 明明有這樣的機會 我不努力去推動 所以現在 我們認為是進入 歷史的一個重要分岔點 實際上 如果我們 走差踏錯 歷史可能會改變 現在美國很明顯 美國的一個決定 足以改變了整個阿富汗 人民 整個阿富汗的歷史也在更改 我們何嘗又不是一樣呢 所以世界各地的朋友 我們的所有盟友 如果你現在不是鼓起力量 去 為對付中共盡一分努力的話 當 歷史正在改變的時候 你其實是會後悔的 台灣的朋友 支持民主自由的人 其實應該盡最大努力 就是敦促台灣政府 就是要把現在的共匪間諜 全部抽出來 如果不是 在這個共產黨如果真的沒有力量動手的時候 這一群人 真的是會埋台 到時他們就會利用輿論 說國軍已經會盡散了 不要小看 不要小 那個文宣 那個影響力 大話是足以影響現實的 所以請大家 謹守自己崗位 做更加多的事情 對抗他 我們今節跟大家說到這裡